桃園诺富特饭店群聚疫情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 有民众上网爆料4月23号申请桃園市府的旅游补助 入住诺富特饭店 没想到群聚案曝光后才知道这里是分层的防疫旅馆 没列入首波匡列 饭店才紧急回头追这团70个人 但入入前没先告知已经违规在先 就全馆的那个我们是没有规定它一定要公开 但是你里面是分层做的 那你就应该在清楚的地方来公告说 你是有分层有几层楼是在做检疫检疫旅设置用 根据了解诺富特饭店分为一馆和二馆 只有二馆申请作为防疫旅馆 但一馆七八楼是员工检疫楼层 但没有另外通报 陶市官旅局要开罚 最高却只处一万五千块 还说事前不知情推给中央 到底诺富特饭店归谁管 指挥中心一次说清楚 中央是订定相关的一些规则 那地方就去检查卫生方面 就检疫上的要求 当然是由卫生局在做管理 华航确实并没有把一馆拿出来申请 向中央建议将来机组员的防疫旅馆 不能够用分层管理 那么必须要整动 虽然检疫分层符合规定 但现在疫情升温 即便指挥中心还不打算硬性要求 防疫旅馆通通都要分动 但是就怕业者故意隐匿 让民众在毫不知情下 没有防备就入住防疫旅馆 万一疫情爆发 反而成为受害者 文宇新闻 红星宇 黄韵竹TV报道